還沒出道之前 還沒有被發覺說 哎呦 顏雅倫長得不錯 然後可以唱歌 可以演戲 你最早的夢想是什麼呢? 嗯 其實我沒有其他的夢想 就是想當藝人 從小就想當藝人啊 因為我也沒有來得及想太多 我就變成藝人 所以你幾歲的時候被簽下來? 我那時候18歲的時候吧 哇 18歲的時候還在念書 對 還需要媽媽簽的時候 哦 這媽媽 18歲還沒有滿18歲的時候 然後就被找去唱片公司 那時候最早是可米製作 嗯 然後過沒多久就跟華妍一起 就是兩家公司一起 對 變成飛倫海這樣子 好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介紹到 這是之前飛倫海當中的顏雅倫 現在發行了個人專輯 而且專輯賣得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才能夠改版 那改版當中 剛才我們特別有跟大家賣了個關子哦 那有些忠實歌迷朋友已經知道說 裡面有送什麼禮物了 有送什麼禮物呢? 對 這次的改版專輯 有送全新的拍攝的64頁的影像集 就是變成一本下寫真集那樣子 那這64頁當中就很多的 譬如說我自己家裡的每個角落 或者說在小時候常常會玩耍或是約會的一些地點 都在這本影像集裡面 我比較好奇的是你從二樓防火窗跳下去的那個窗戶有沒有拍到嗎? 沒有 你看我們這主持人 所以你現在長大現在會卡住跳不出去了 防火窗你都可以跳得出去 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當時顏雅倫有門禁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很喜歡的女生在等著說 她心情不好 可是你就覺得很急啊 想要陪伴在她身邊啊 聽她說話啊 對 然後你就很急著 你就直接從二樓跳下去 真的是跳樓耶 小朋友千萬不可以學哦 沒有 其實那個二樓沒有很高 就是我先從那個防火窗出去之後 走到那個一樓的遮雨棚上面 不行 不行 我們還是不可以學 好 在繞過 她說還在繞到門口 然後偷騎媽媽的腳踏車 腳踏車不是機車還好 然後不顧一切只為了見初戀情人一面 是 這就是初戀的感覺嗎? 不顧一切 就是不顧一切 然後她就是全世界 嗯 那後來呢 這段感情怎麼結束的? 我們直接問重點了 後來怎麼 這一段不是初戀啦 這段是 已經是 高中的時候了 所以你要講兩段嗎? 好 我們可以聽兩段 好 反正防火窗這一段就是 高中的時候的事情了 那這個女生就是寫在紀念日裡面 那個我想紀念的那一個人 就是她後來是 我們分手是 因為後來就是會吵架嘛 然後就分手 反正就是 很無聊的小事情就分手了 那為什麼我會記得她 是因為她後來在2005年的時候 就離開了我這樣子 嗯嗯 2005年的時候離開了你 其實這樣 但是會不會把裂來 把裂來 找cieraki人的 因為不會有點